纽约之家汉兴域数据思维 那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 现在什么云计算啊什么大数据啊讲这些东西 当然呢利不开芯片 所以呢前段时间呢就出了一个前几年出了一个汉兴 中国国产的芯片 当然最后证明是个大富裕 买了美国的芯片 然后故了几个工人把那个商标磨掉 然后打上几个汉兴 然后就成了中国的 那其实就是美国的产品 最后呢这个从中国政府那里拿了十个亿 还是什么十个亿左右 那为什么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这就是说呢中国和美国 它这个制度不同 美国呢是私营企业 每家企业呢都是个人的 中国呢是国有企业 有钱的都是国家的 即使有一些私营企业也是在政府的把握之中的 我管着你 你得听我的 而美国的私营企业呢 政府呢是管控不了的 那我想咋的咋的 总统你想管我 那管不了我 当然特殊时期出外 比如说这个 现在科文单厅很严重了 要用国防生产法 那那是特殊时期 正常情况下 没问题 但中国呢每时每刻 私营企业挺政府的 国有企业也是挺政府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只能是你想这个骗哪钱 你得骗谁的 骗当官的 你骗企业的没用啊 企业说了不算啊 那我说了不算 我是国营企业老总 我说了不算啊 他上面领导 那我是私营企业啊 我这个也说了不算 大事还得当官的说了算 还得交给这个政府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那你说了算我就骗你了 皇上说了算了骗皇上了 美国骗了 你就可以骗企业 那美国骗企业 是不是也能骗到钱呢 也不容易 因为我是老板 我不太懂啊 但是 还有很多同行种 你要做这个芯片 那其他人也做芯片 大家在一起呢 吵架 讨论 开一个座谈会 那我有信任过的专家 另外一个企业 有另外一个企业 信任过的专家 你糊弄老板没有用 老板呢 听专家 不像中国呢 是专家 听皇上的 那美国呢 是总统听专家的 所以你的骗过专家 骗过专家当然不容易啊 所以说呢 它就会形成一些学术竞争 当然 学术竞争呢 很多呢 也是一个讨论的过程 美国更多的是 把它做成一种标准化 到医院看病 这个内科呢 怎么看 什么情况下 用什么药 它都有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医生呢 就按这个标准化的流程做 把这个标准化的流程 医生这里有一份 保险公司有一份 因为大家看病时 保险公司付钱吧 不是我们个人付钱 保险公司那个专家一看 你这个开的不对啊 那你这个 你这个就通不过了 他有个药师 专门给拿药的一个 他还懂一些 他虽然看病不太懂 他说这个药 你拿着这个贵的药 不能用 你现在用便宜的药 你为什么用贵的药 这个病用便宜的药能治 这样一环扣一环 让专家之间来进行吵架 这个呢 就不会有人去骗皇上 那个几个亿了 也就不用皇上说了算了 皇上说了算也没用 你也不用给皇上送礼了 是不是 你也不用给太监送礼了 是不是 你送了礼也没用 因为他说了不算 皇上是听专家的 皇上说了白说 总统说了白说 没有用 所以呢 在美国呢 他就不会出现汉心这样的效果 就是政府的潜费骗子 都会偏这个情况 如果你这个企业确实过得比较好了 像做火箭 过得比较好 发射成功了 政府呢 就可以给你订单 来扶持你这个企业 跟你签合同 那个呢 由政府的专家 来这个企业 跟这个企业来谈 这样呢 一环套一环 它就不会出现像汉心这样的效果 这样呢 整个大数字 就不会出现太大的漏洞 谢谢大家